大家好我是部長 那球員的這些身高體重的數字其實真的都非常非常重要 那我們就馬上開始 那其中得分的方式呢 我是建議設定在外線 那因為這其實平均平衡的這個里外都可以的 這個其實就是最後出來的結果就是會外線沒那麼準 內線也不會那麼強的一個狀態 所以我非常不建議就是設定在平衡 如果你是設定是進攻籃下的這種後衛呢 其實就是會非常不得力 因為其實在2K裡面非常非常多的大隻中鋒 所以你切進去也不會得到什麼樣的利益 但是你如果設定是在外線的話 你外線只要跑出空檔 基本上空檔都得把握住 設定在外線也並不表示說你切入籃下都一定會不進 因為通常你如果突破出去的你灌籃 基本上的數據有了 就是也不會說插到哪裡去 所以我真的建議是設定在外線 那身高呢 我是建議設定在6尺3 因為6尺3 如果再上去6尺4的話 一些數據就會開始降低 像是你的傳球啊 跟你的速度 整個就會開始開始往下跑 那目前就是在6尺3的設定是最佳的設定 那體重呢我是建議設定在210磅左右 那這也是會影響到你的速度 左右手呢我就是看你習慣從右邊進攻 還是從球場的左邊進攻 如果你是在球場的右邊進攻的話 通常會往左邊這個區域切 所以我會建議設定在左撇子 那你如果習慣是從球場的左邊的話 那就是設定右撇子 但如果其實沒有那麼的就是 偏好是從哪一邊的話 那其實這邊就是做 就是看你是哪一個 你實際上生活是用哪一隻手 就設定哪一個就好了 那灌籃當然沒有問題 一定是兩手都可以 地盞呢這邊就是建議是把它延展到最長 因為延展到最長好處就是不管在超球 或者是在可能在籃下 跟著搶籃板的時候都能夠拿到一些優勢 那防守的時候也是可以 你的臂展也是可以讓 可以騷擾到對手 上半身的長度 我這邊其實是蠻自由的 就看你自己要你的球員長什麼樣子 不會影響太多數據上的表現 那其實就維持到 他初始給你的一些設定 其實就差不多了 好了那再來就是 數據上的一些設定 那這邊目前 我這邊不小心點了兩個藍板 那這個當然也是 得分後衛的一個數據表 但是呢其實控球後衛跟得分後衛 要增加的數據其實是差不多的 就是除了籃板以外 其他的全部都要點滿 因為這個就是基本上後衛 一定要做到的事情 這也是如果你要玩後衛的話的一個目標 好啦那以上呢 就是控球後衛的最佳設定 那這次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邊 記得要訂閱部長影像研究室的 YouTube頻道 還有一些其他的影片 也歡迎各位去看看喔 那這次就差不多到這邊了 掰掰 掰掰 拜拜